早在2011年8月19日 在石安教会举行的全职讲座上 尤华牧师分享到 由2003年在美国本土开始 直到现在 全球各地有数千甚至上万人 感染了一种极为奇怪而可怕的疾病 名为莫吉隆施症 这次全职讲座有关莫吉隆施症的部分 已经在2013年12月1日 以及12月8日的2012荣耀派网 主日信息播放了 日文牧师对这个作出分析 莫吉隆施症 一种由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疾病 是共济会所创造一种名为 生命树的基因工程计划 目的为了要研究 如何将世上所有物种 甚至机械电子零件 陷入人类的基因DNA里面 使受感染的人成为一个万物生命 和电子零件的生命工厂 因为当全球性海岸市事件出现 甚至Planet X来临 都会导致人类的工业 文明、地球的物种大量消失 而最佳的方法 就是预先将一切物种 都陷入人类的基因DNA里面 以保存这些资讯 当环境受到辐射污染 受感染的人 因为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令他们身上的基因纳米病毒 控制了身体的细胞 从而生出各种物料和生物 例如纤维、水晶、金属、植物以及昆虫等 将来 患者甚至最终有机会变成 好像恐怖电影和游戏里面出现的丧尸 传播这种用纳米科技所做的聪明尘埃 就是我们常常在天空上见到的噴灑 此外 当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发生之后 全球将会出现大量人类 和各种动物的尸体 到那个时候仍然生存的人类 将会面临一个因尸体负难 而产生大量疫症、细菌、病毒的世界 但是那个时候 人类却没有任何机械、科技、人手和资源 去清理环境 但是不清理的话 仍然存留的人类 就不可能在没有足够食物、食水、衣服 并且卫生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生存 因此 共济会的精英早已计划 让全球所有人类和各种动物 因噴灑而大量吸入聪明尘埃 当他们因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以及地球环境太恶劣而死亡的话 共济会的精英 就可以利用大球场的巨型天线 发出微波讯号 命令仍然生存 或者已经死了的人 和动物身上的聪明尘埃晶片 产生功效 生存者就会成为丧尸 这样 他们就可以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活着 而已经死了的人类和动物 就可以立即利用它的尸体 成为生命和电子零件工厂 不断衍生出各种地球上原有的生生命和物料 尸体就成为这个生命工厂的肥料和原料 不会因为腐烂而产生大量疫症 细菌 病毒 甚至当这个尸体的所有资源用尽了 在这个尸体里面的聪明尘埃晶片 仍然可以经过空气和泥土 传到其他人类和动物身上 让其他活着的生物在死后 都能够继续成为生命工厂的肥料和原料 所以 无论是全球性海岸市事件 或者Planet X所带来的严重灾难 共济会早已作出预备 藉着聪明尘埃晶片 使尸体变成生命工厂 导致仍然活着的人 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接受666瘦印晶片而永远失去救恩 或者慢慢受聪明尘埃晶片影响 产生莫吉隆施症 最终变成丧尸